厨师奶厨房,今天煮麦汤 不少家长都反映,现在的小朋友很容易患有过敏性吸收 今天就教大家煮一道止咳润肺的靓汤 苦奶煮猪骨 可以在消除肺保护乙蜜的同时,滋阴温泡 食材有 苦奶15克 蜜棗5克 猪骨150克 苦乳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苦奶 对了,苦乳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很高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氨基酸和矿物质等 营养成分高,具有止咳平症、健脾化濕的功效 做法都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将苦乳菌浸洗,然后猪骨出水 最后将所有材料放入锅里 吸上盖炖90分钟就可以了 喝点苦乳菌汤可以提高免疫力 润肺、止咳 有些地方甚至把苦乳菌叫做咳嗽黑性 而苦乳菌比较少药味 用来煲汤,鲜甜可口 小朋友不会抗拒 作为家常汤水,保而不躁 全家都可以喝 今天的靓汤推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这道汤 就多点点赞和转发啦